启动前打开总电源开关 指示灯亮表示已经通电 我们先检查几个位置 第一个就是机停开关 打开机停开关 卡盘护照 霸灵箱 盖子 这三个位置要处于关闭状态下 机床才能通电 如果是打开任何一个位置 是打开状态下 我们都没有办法启动机床 就是按开关是没有用的 首先我们选择我们需要的转速挂档 这款机床它有12个档位 最低转是80转 最高转是1600转 它是齿轮循环档 挂档的时候我们利用点动开关 按下去它齿轮就会旋转 这样子挂档的话 配合点动开关挂档 很方便就可以挂上档位 我们选择自己需要的转速 挂上档位以后 我们按一下点动开关 看一下它这个竹竹是否在旋转 如果是在旋转 就说明我们档位挂上去了 如果我们没有挂上档位 你按点动开关 它是处于拖档状态 竹竹是不转的 好 我们选择自己需要的转速以后 我们去启动机船 这个操纵杆就是启动机船用的 档位已经挂上了 然后我们往下一按机船已经启动了 操纵杆往上提是反转 往下提正转 再来看一下这个四杆的 怎样切换正反转 四杆的正反转 先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四杆 它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正转 我们要把它切换成反转 怎样切换呢 这上面这个挂档的上面 有一个这个手柄 这个就是切换四杆正反转的 挂档的时候和刚才一样 用点动开关 好 四杆已经切换成反转 大家看一下 自己可以观察 就是感觉一下 这个挂这个档位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空档 如果要放在中间 它这个四杆是不转的 挂到这边四杆反转 挂到右边四杆正转 挂档的时候用点动开关 有这个点动开关 挂这个档位就是非常方便 还有就是下面这个 ABC和1234 它是车螺纹 或者是设置机动走道量的时候用的 它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上面可以看出来 最上面是机动走道量 然后是公制螺纹的螺据 然后是音制螺纹的螺据 我们需要走道量慢一点 我们就挂A1 就是最慢的 然后我们要快一点 这块的就是C5 挂到C和5 挂档的时候 挂这个档位的时候一样的 利用点动开关 挂到我们想要的位置上 有的时候挂这个档位的时候 有个某个手柄刮不上 那就要把这两个手柄都同时动一下 好 这一块演示完了 开启我们在车船开自动走道的时候 要检查几个位置 首先手轮 大手轮可以摇得动 中头板的手轮也可以摇得动 然后我们再开机看 开机看 检查 观察这个撕档有没有动 撕档在运转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开自动走道 如果撕档没有转 开自动走道是没有效果的 我们这个自动走道的动力是从竹竹箱里面 通过这个撕档传递过来的 撕档如果没有动 我们要检查哪里呢 检查走道箱的档位有没有挂上 撕档正反转的档位有没有挂上 如果撕档没有转 我们要检查这三个档位 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的撕档不转呢 我们先挂到低速档 大家观察这个撕档 如果这个手柄没有挂上档 撕档是不转的 撕档不转 我们那边就怎样也没办法开启它的自动走道 还有这下面这个两个手柄也是 如果我们在某个位置 就随便挂了一个位置 它在空档的情况下 说明里面齿轮没有契合上 我们这个撕档也是不转的 好我们挂上了以后 只有在这个档位上 在这些A12345ABC 在这个配合这两个档位配合上 在档位上面的情况下 这个撕档才会运转 如果我们自动走道失效了 没有用 我们首先就要观察它的撕档有没有动 然后再检查这三个位置 还有一点 这个手柄叫做开合螺母手柄 一般自动走道的时候不用 它和自动走道手柄有互锁的功能 我们把它压下去 摇不动了 这个手柄也没办法去用了 这个开合螺母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是车楼纹时候用的 不是自动走道用 车楼纹的时候 我们采用开合螺母 自动走道的时候 就是车外缘 或者是车多面用自动走道 要用这个自动走道的手柄 不要用开合螺母 开合螺母只有车楼纹的时候用 车楼纹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把它开机 我把它往下一按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可以车楼纹 打开它就停 这个车船可以车正楼纹和反楼纹 利用什么 利用四杆的正转或者是反转 这样的话可以往前走 我们把四杆的手柄 给它切换一下 它就可以往这个方向 这两个手柄 不要用错了 开合螺母 车楼纹使用 只有车楼纹的时候用 自动走道 用自动走道的手柄 自动走道手柄 这个是出产状状态 我们往外拉 往上一提 纵向自动走道 但是手柄在动了 很一下自动走道 车楼纹 车楼红 车楼红 车楼线 车楼线 车楼线